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Express其实是基于NodeGIS平台的一个开发Web的一个开发框架 它提供了强大的特性 帮助你进行各种Web或者移动设备的一些应用的开发 那么这个呢可以方便我们熟悉很多的原生NodeGIS的代码 另外呢这个Express里面提供了一些API 那么这个API呢其实事实上是呃那个一些中间键的形式出现的 而且这些中间键呢我们可以任何的进行组合使用 另外呢这个Express的性能呢呃它并没有对NodeGIS的一些核心代码进行呃重写或者抽象 它只是在它的基础上扩展一些功能而已 所以呢Express的性能还是可以的 有了这个介绍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呃使用Express呃看看它是如何搭建我们外面应用的 那么呃在使用它之前啊我们还是要去安装一下Express Express安装呢我们首先在全局范围内通过NPM来安装一下 我们输入NPM install然后Express 然后-g表示在全局范围内安装一下啊我们的这个Express 好全局里面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Express了 那下面呢我们在这个呃 NodeGIS第三下面啊我们来去创建一个初始化一个Express的项目 在初始化之前呢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Express安装的情况 呃情况我们输入一个Express 然后-h这会呢我们能显示出一个提示服务 这就表示啊我们Express已经安装好了 那这个Express呢我由于我们安装在全局环境下面 所以我们在任何目录下面都可以去运行它 如果在呃输入Express-h出现一些版本的错误提示信息的话呢 你需要再安装一下npm install我们的这个Express-generator 然后generator 好然后-g在全局范围内装一下我们Express-generator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Mac系统里边没有这个问题 在Windows系统里边会提示那个错误 大家呢就使用这个来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好安装完我们的Express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Design里边创建一个Express的运行环境 或者是创建一个Express的开发目录 那样的话呢我们执行一下Express就可以了 然后输入一个Express-e 然后后边输入一个文件夹的名字 这个名字呢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项目的名字 比方说我们这个名字呢就叫Express项目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会在这下面创建一个Express的这样的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面呢我们看到一些文件 还有一些文件夹 这里呢我们有package的json 这里有一些默认的一些需要安装的依赖 然后呢ABS里边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入口的GS文件 我们一一的来详细的介绍 下面呢我们还在把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这些依赖给安装好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里边呢有Express EGS 还有我们的Morgan Server Ferror Econ 还有我们的Body Presser 还有我们的Cookie Presser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开发Express依赖的一些包 好那我们需要安装一下 我们进入到我们刚才创建好的Express目录 然后执行一下MPM Install 这样的话呢就会把这些依赖包安装在我们的本地 好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来看这里多了个Node Models 下面呢就是我们安装好的这些相关的包 好了这就是我们Express的一个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个Express的项目 然后呢在浏览器上面就可以访问了 那这个启动项目的话呢 嗯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这里的Star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art它启动的是Node 然后bin下面的3w 也就是它是通过我们这个文件来启动的 这个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先不看 我们主要看一点就是这里有一个端口号是3000 这里呢你可以手工的去修改这个端口号 这里呢我们就使用它默认这个3000端口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Run我们这个命令了 也就是我们可以启动我们这Express的Server 注意这里边呢我们原来已经提过就是我们的NPM Scripts 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启动我们这个服务 那我们可以输入一个NPM Start 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服务就启动起来了 启动起来以后呢我们的浏览器上就可以访问我们这个服务了 好进入到Chrome浏览器我们出入loghost的monhost3000 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Express的欢迎页面 表示我们这个Express已经安装并且服务启动成功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去应用我们Express 我们通过Express来构建一个我们虚拟的一个项目啊来去详细的使用它 好这个视频就到这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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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